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上周新西兰爆发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 几个枪手在清真寺里边 新西兰的基督城清真寺里边 开枪打死了很多无辜的穆斯林信众 然后这件事就是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然后我看朋友圈也好 看什么金字头条也好 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但是说句实在的 就是公说公有礼婆说婆有礼 靠谱的其实不多 那么这个首先说对这件事的态度 那不用说必须严厉谴责 你任何一个人这样的滥杀无辜 都是天良丧尽的行为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不管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做法多么的高尚 实际上你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 跟你憎恨的那些个恐怖分子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恐怖行为是这个在今天的这世界上 那是像这个瘟疫一样的蔓延 所以除了这个就由这个新西兰这个恐怖的枪击案 我就想到了这个最近的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恐怖袭击的事件 你比如2017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一个11岁的小女孩被这个伊斯兰恐怖分子驾驶了卡车 碾压惨死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一个龙人 她听不到这个别人在喊 躲开 她听不到就被一个伊斯兰恐怖分子就压死了 结果北欧的媒体低调的报道 因为不敢说 伊斯兰恐怖分子不符合政治正确 民众也就迅速的遗忘了 所以这些年几十万的中东难民涌入到了北欧 给瑞典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治安案件高发 有的这个难民聚居的地方 没有警察护送 救护车司机都不敢进去 接送病人 但是呢 普通的瑞典人在媒体和生活当中 不能提任何和反对难民有关的字眼 否则就会被政府当作这个种族主义者 轻则丢工作 重则被起诉 不仅在瑞典 甚至在丹麦啊 这个讽刺圣战的漫画都被禁止 ISIS那种所谓圣战 那种丧心病狂的行为 这都被禁止 从这个1997年到2013年 英国呢 有一个叫罗瑟勒姆的地方 持续16年 一群这个巴勒斯坦穆斯林移民 性侵了1400多名未成年少女 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1岁 但是呢由于这个担心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 所以这个报警之后无人调查 官方不仅不调查罪案 反而以种族主义的罪名 逮捕这个调查的记者 所以这个穆斯林呢 从被保护的少数派 反而呢 改变了很多多数派的习惯 前几年这个英国监狱改建卫生间 因为穆斯林囚犯抗议马桶方向朝向卖家 不符合伊斯兰教法 这就得改 在这个德国 我一哥们是在德国搞导游的嘛 他给我讲这个德国的难民什么样 按照这个2017年的数据 撒孩子的难民家庭 每个月最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金 2855欧元 而一个普通德国人 要想过上跟他一样水平的生活 每个月的税前收入至少要在4100欧元 说来的这些难民呢 全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 跟一支军队似的就来了 他们都是一有事 扔了老婆孩子就跑 反正他们可以娶好几个老婆 扔了家乡的就跑 到欧洲再换一套 根本就跟刘备似的 一有事先扔孩子赶紧跑 当时德国老百姓单石湖江以营难民 你给他递水递食物 他啪就扔到火车的轨道里 为什么不清真 然后有的白左 有的德国的圣母表 这个圣母白莲花 自己到这个难民营去慰问难民 给他们带着这个食品衣服去 人家一哄而上 把他们扒个金光 不但他送来的东西 连他身上衣服都扒没了 然后这个人就摇了摇头的走了 当时都 这些东西都有视频记录 但是德国政府是不让播的 甚至有德国基民盟官员 跟不愿意接受难民的德国人说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价值观 这些不愿意接受的德国人可以离开 与此相对应的穆斯林难民 同样怒斥德国人 不喜欢我们 你们可以滚出德国 德国的这个议会是在讨论 要不要给难民提供补助 每个礼拜逛一次红灯区 甚至在做这种事 在加拿大就更有意思了 有一个这个恐怖分子叫奥马尔 从小就跟着他爸奔赴阿富汗 加入塔利班 参加圣战 十几岁的时候 奥马尔就在阿富汗炸死炸伤过美军 后来被扶 关在了关塔纳摩监狱 十年之后 奥马尔回到加拿大之后 起诉联邦政府 说政府忽视奥马尔的公民权 没有给自个提供法律援助 最后呢 庭外和解 这个特鲁多政府 向奥马尔道歉 赔偿1050万家元 和人民币就是5000万 相比之下一个在反恐行动中为国牺牲的军人 只能拿到36万家元的抚恤金 加拿大伊斯兰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爱马斯利 在电视访谈中公开说 杀掉任何一个以色列平民 不论男女 只要成年 都是合法的 这种明显的恐怖主义言论 人们习以为常 如果换个角色 一个以色列人公开说 杀害任何一个穆斯林 不论男女 只要成年 都是合法的 那估计全世界媒体 哗然 各国领导谴责 各地的信徒都要上街游行 几个月之前 加拿大安大略省 伊斯兰党正式成立 他们的政治理念就是 真主至上 真主高于加拿大法律 讲这些个内容是为了什么 就是我对这件事 有这么几点看法 有这么几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 有人说这个 这个枪击案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那么我就想问问 阿拉伯人是不是白人 他不是白人 他是什么人 波斯尼亚 土耳其的穆斯林 是不是白人 所以这个事 好像从种族的这个观念上说 是说不清的 你可以说民族 可以说宗教 谈不上种族 这是我想说的这个 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就是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如果一个人走投无路来到你们家 那么他是不是应该按照你的饮食和作息习惯 你吃你做啥他吃啥 对吧 然后你什么时候躺下 他什么时候躺下 你什么时候起来 他什么时候起来 是吧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还是他让你给他做啥 你就给他做啥 是吧 然后呢 他躺下 你才能躺下 他起来 你才能起来 最后他还得要求把他的名字写房本上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亲戚朋友来投靠 你能不能忍住不让他滚蛋 这是我说的这个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一点呢 我想说的就是 你说这个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内 是吧 一种宗教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在自己的地盘上 唯我独真 唯我独尊 然后跑到别人的地盘上 就要求别人对自己各种尊重 这个合适不合适 是吧 你这个合适不合适 你那就是 各种便宜全是你占 不带这么占便宜没够的 希特勒看地球全是我的 你这也就不合适 是吧 这是第三点我想说的 第四点我想说的呢 就是 我们现在啊 一说这个美国的种族主义罪行 排华法案 对印第安人的灭绝 歧视黑人 欧洲返游 这可都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事 对吧 这至少是这个 小一百年前的事了 现在还有这么干的吗 没有了 那么难道沙特 什么伊朗这些国家 不排华 不返游 是吧 公开叫嚣要把以色列 从地图上抹掉 他们不排华 他们不返游 他们不排外 他们不歧视外来民族 对吧 那你这个清真寺 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建立 比如在基督城也建立了 是吧 你能在沙特建教堂吗 建佛寺 建道观 崇拜太上老君 行吗 是吧 所以正常的宗教信仰 应该是什么呀 自由信 自由不信 自由传播 自由批评 没有说 我一触你就跳 唯我独尊 唯我独真 那玩意儿 你还不如去信那个拜上帝会呢 说句实在的 是吧 而且呢 最后一点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次这个新西兰基督城这个枪剑的这个犯罪分子 已经被捕了 已经这个逮捕了 是吧 相信呢 他难逃脱这个法律的正义的惩罚 反过来呢 那咱应该是想一想 法律应该就是惩奸除恶 保护弱小 公平正义 所以呢 不光就不管他是哪个民族 哪个种族 什么信仰 你他犯了罪 你都应该惩罚他 而不应该在政治正确的这种语境或者环境之下 对所谓少数民族啊 所谓这个少数信仰的这个人呢 就网开一面 那如果你这么干的结果 就只会使得这些个暴力活动越来越多 这也绝不是少数民族和少数信仰人的福音